近期,朱玲玲和羅康瑞婚姻出現危機的消息,傳得沸沸揚揚,甚至朱玲玲還被爆證新出戶,其實兒子一任就知道可能性很小,為什麼呢?從個人情感上來說,當初朱玲玲獲得香港小姐冠軍之後,就被霍家鄉縱成為辛苦,而珍時年輕的羅康瑞,同樣對朱玲玲一現傾心,兩人的相識還有一種說法,作為緬甸華僑的朱玲玲,早在九歲的時候就隨家人移居香港,家境不錯的朱家, 和同樣衝泰國來香港的羅家成為世家,也就是說,羅康瑞比霍鎮庭更早認識朱玲玲,無論怎樣,羅康瑞最終等了三十幾年,零八年的時候抱得美人貴,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專一,從背景和實力方面來說,即使朱玲玲衝泰太變回朱小姐,一樣和羅康瑞勢均力敵,因為這幾年,靠著霍家儲低的人脈和好口碑,早已經令到她成為活金字招牌。 當兩次披上嫁衣的時候,香港媒體都紛紛用下架,來形容羅康瑞的婚禮,羅康瑞也深知這一點,和朱玲玲收成正果的日,就即時向港交所申報,以成為羅太的朱玲玲,和她共同持有,市值高撻四十六億的公司股份,包括四家上市公司。 相信,這是羅康瑞對朱玲玲最好的承諾,和回饋,未來兩人即是外人,也是生意場上最親密的夥伴。 雖然羅康瑞和袁佩何貞結離婚之後,一直被人說,兒子羅進成不滿她再娶朱玲玲,父子鬧得好僵,連結婚都沒有邀請羅康瑞和朱玲玲參加,但今年年初的時候,羅康瑞和一雙人類罕然,同框合影拼打破全民。 實際上,羅進成2018年已經加入了家族公司,之前獨自外面創業伐展餐飲生意,目前負責家族企業中香港的建築生意,女人羅寶如學的是建築,早年美國工作的時候,就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建築設計師。 自2012年進入羅康瑞公司之後,好像她的左右備感存在,羅康瑞未來也有意願叫過女接班,現在,兩個子女已經繼承了她大部分股份,足以現得羅康瑞財產分配上,早有規劃,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。 就算跟兒子有間隙,亦和好如初,平日跟朱瑞瑞感情很甜蜜,經常被人拍到牽手逛街看電影,趁至現身支持朱瑞瑞的慈善活動,還曾經使了28碼港幣,買下了她的捏影作品,以博公顏一笑,都說朱瑞瑞命好,羅康瑞算是豪門公子中的另類。 如果僅僅看背後的瑞安集團,已經是個成功的白手起家商人了,但是放眼她背後的家族,曾經甚至能夠與李嘉誠一爭高低,絕對是個貨真價實的富二代。 當初她就是敢找父親借來的10萬元,出來創業,才再擁現在的財富。究竟這個低調的羅氏家族,香港是怎樣過豪門呢?為什麼羅康瑞沒有繼承家族產業,而自立門戶呢?又發生過什麼增產的事件呢? 今天我們好好談談一下,羅氏家族的第一代掌門人是羅英石,也就是羅康瑞的父親,香港商界專稱為羅伯,1913年出生廣東普寧,早上世代武龍,到了父親一輩,由於欠下了巨額的債務,光靠著種田裡已經無力常傳,只能夠帶著妻人老小。 到泰國做些小生意還債,因此羅英石直到十歲的時候,先泰國上私屬接受教育,後來又短暫地回到家鄉山頭上中學。 由於戰爭原因,17歲年再到回泰國,和父親學做報匹生意,而年紀輕輕的他,已經展現生意頭腦,獨自上海天津,甚至怨赴日本幫父親慾課,生意做得好功課。 1938年羅英石和杜麗軍泰國裂婚,之後轉移到香港開設羅粹輕步拍行,創業初期十分艱難,剛來的時候,羅英石只繪講潮話和泰語,還要稱廣東話翻譯,幸好兩夫妻互相扶持先站穩腳跟,等到羅氏家族分家之後,羅英石分到十馬港幣,繼續做中泰兩地步批生意,並開始進軍工業地產,相比李嘉誠霍英東等地產大亨,羅英石實際上更早感香港地產界,大展權腳, 1963年正式創辦英軍集團,英軍二致,便羅英石和杜麗軍,明治中國取一致,一來張顯抗禮情深,二來予以英中軍和,警醒後人要將眼光放長遠。 到了七十年代,隨著英軍集團旗下的酒店、地產等產業上市,已經一約成為香港二十大地產公司,由於抗漲過快,受到1982年股災影響,英軍集團陷入困境。 到了1983年,其下三家上市公司虧損達到二十億港幣,元氣大傷,此時羅英石急召美國做醫生的三仔,羅家瑞回到香港協助經營。 羅家瑞這個之前,一直國外鬥醫學專業,從美國康內爾大學,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,之後就留了默契根大學擔任醫生。 對父親的,生意級小過問,為什麼羅英石,她將這個對香港地產律例,認知甚少的三子,照回港協助呢?難道沒有其他子女能夠幫助她嗎? 接下來要說的就是她的九個子女了。羅英石夫婦,共有六男三女,和傳統的香港鴻門一樣,三個女沒怎麼參與家族經營,賺不多言。 另外六個子女,包括老大羅孔歲、老二羅玉歲、老三羅家歲、老四羅康歲、老五羅英歲、老六羅啟歲,從小都受到了很良好的教育、能力出衷,作為長子的羅孔歲。 自1967年,從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畢業,之後加入英軍集團,一直被羅英石當接班人培養。 她協助父親打理家族地產生意的同時,又同堂興創立建築工程公司,原本以為能夠順利繼承家族產業。 但猜不到的是,卻最早被羅英石打入冷宮。事情源於,羅孔歲曾1983年被香港廉政公署起訴,涉嫌賄賂銀行職運,懷刑三年。 雖然後來上訴成功,免受牢獄之災,但她和唐興的公司宣布破產,一向看重聲餘的羅英石,直接視這件事為人生污點。 羅孔歲便失去了英軍集團接班人的資格。危止羅玉歲,無論商業眼光和金融手段,都不輸於羅孔歲,甚至比她更為民善。 羅玉歲被羅孔歲晚一年加入英軍集團,最大的公職,除了人建富豪酒店和百利堡投行,還擅長以小博大,經常以蛇吞象的模式拼購上市公司。 70年代末,英軍集團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,就是由她操盤的,她自然成為了新的接班人船。另一方面,羅玉歲的大膽。 舉措八十年代初香港地產蕭條的時候,令到英軍集團不堪重負,引得父子兩人育富豪酒店問題上,產生巨大分歧。 羅玉歲一向是富豪酒店為自己心血,於是私底下連同外人,向富豪和百利堡投行罰起收舊,直接將羅英石踢出董事稿。 這個舉措磨而愈惑了家族長腳,令到羅英石踢其為二五仔,對她失望致極。之後,徹底剝奪了羅玉歲家族資產繼承權,還被隨信托手億人百名單外,這個安排也令到羅玉歲極其不滿。 當年之後,成為羅氏家族增產,兩大對立陣營中的牽頭者,為這場風邦埋下伏筆。不過被家族除名之後,羅玉歲憑借自己能力,重新構建商業王國,開創了世紀,是最高峰的時候。 旗下共有五家上市公司,總價值二百七十七億港幣,一約成為香港富豪榜上十五名。對於當年同父親反目,羅玉歲堅持認為沒有敗掉家當,其實是幫助了家族。 她的女藝羅寶文亦說爸爸病潰了,但其他家族成魂呢?不是這樣看,每次她說到這件事呢?都她哭,到了三仔羅加瑞進入英軍集團,沒有看她學意呀,同樣是個做生意的好幫手,一下子令到貧林破產的英軍集團,起死回生,而她的三仔羅加瑞進入英軍集團,沒有看她學意呀,同樣是個做生意的好幫手。 她的作風和羅玉歲有很大差別,屢次看準市場低迷時入市,以低界投得回報可觀的項目,譬如半山地里根德國物業,油麻地倫敦戲院和普疆戲院舊子,改建花旗銀行大廈等,還將家族酒店拼購業務延伸到海外,好像位於香港旺角的羅浩坊,亦是羅加瑞九,七金融風暴後。 以低界投入地皮興建樂城,獲得巨大成功,成為英軍集團在業立的一個奇蹟,如此勞虎功高,羅加瑞順利成為家族新一任掌門,可能是有阻擂玉碎吃碗麵,反碗底的前車之堅,為了防止一家讀大,羅英石同時將哥倫比亞讀書的幼子,羅啟瑞召回香港,安排給羅加瑞打下手,羅啟瑞叻,都很厲害,好像前面提到的改建花旗銀行大廈,就由她執掌,更用短短三年時間,就由她執掌。 至此,羅加瑞的大令之下,英軍集團重新擁有了英軍冠軍,朗亭酒店,新廣福四家上市公司,羅英石在世期間,羅加瑞和羅啟瑞的關係還算和諧,頂持著兄弟同心其利斷金的想法,推動英軍集團發展,令到市值回了幾分。 羅英石早早感,1984年至1988年間,設立羅氏家族信託基金,除了二仔羅玉碎次女羅雍琦,三女羅雄樹,其他子女都能到,家族股權基金,以三子羅加瑞,同五子羅英碎受益最大,長子羅孔碎,四子羅康碎和幼子羅啟碎,所佔份額差不多。 雖然,五子羅英碎是家族裏面唯一母蟲商的,兒子和老三羅加瑞一樣學的是醫學專業,回港之後,一直從事心臟方面的研究和工作,未參與家族生意,但照顧父母趁的仲任落他頭上,衰到的股權基金相對比較多。2006年羅英石過身,留下了六百億的資產,全部由信託公司打理,道立軍成為唯一話事人,剛過身的幾年之後,家族一直相安和事,等到2016年, 道立軍突然間,要求撤換上套公司,令資產回到自己手上重新分配,增產大器正式拉開序幕,六名子女分成兩派,一派贊成撤換,包括長子羅孔碎,二子羅玉碎,幼子羅啟碎,羅玉碎動作最大,直接將道立軍從三子羅加瑞屋企裡面,摺到自家酒店住,還令清醫生照顧老太太,做了這麼多年,老二的幼子羅啟碎此時亦開始大爆發。 記者他上面哭訴,認為自己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,明顯屈才那,同樣都幫老父親打理英軍集團,老三羅加瑞身價百億,自己就是得到個賞市公司新廣福。 另一派反對撤換方,包括三子羅加瑞、四子羅康瑞,以及五子羅英瑞,羅加瑞更是放出大招,2017年的股東大賄上面,以壓倒性的投票,否決羅啟碎連任執行董事,將其踢出局。 五子羅英瑞就直言與羅啟碎不合,只對方九十年代開始就攻擊自己。更坦然,羅加瑞才是領導英軍的最佳人算。 至於杜麗軍,似乎更偏向贊成撤換派一方,他聲稱當年三子羅加瑞拼母救公司,而是公司救了他的車,委託機構,拼母按照他的指示增持英軍股份。 還哭說另一方子女要孝順,就幫自己手反抵展,令到增產鳳波升級的,是2017年的母親節團圓繁,蔣子羅孔瑞、二子羅玉瑞、幼子羅啟瑞等後輩,富豪酒店為杜麗軍大擺現席,其樂融融,第二日三子羅加瑞和五子羅英瑞,前往酒店探望母親,卻遭到保安阻攔,四子羅康瑞就身處北京,雙方關係這可謂是劍拔勞將,目前爭產案已經敗掃彈。 已經一百零四歲的杜麗軍正式提出上訴,相信後續也一定會在牽波蘭,羅氏家族爭產鳳波裡面,最低調的就是四子羅康瑞,從1969年加入英軍集團到1971年離開,實際就短短兩年時間,和家族之間的瓜葛平多,而羅康瑞的性格一直很猶豔,學生時代就有所突顯,當時父親,為了令他懂得黑勤黑劍的生活,刻意送他到澳洲留學,而且只准踏成歷時十幾日的課程。 留學的前兩年還能夠進學生本份,努力讀書,到了第三年就開始重屆了,現實他為他上了人生中最寶貴的一課,羅英石提早給羅康瑞,準備了一年的學費,以及生活費,但想不到他,不懂得理財的他,很短時間內就死了,不敢向父親坦白,只好去打工穩展,做過酒店除房工作,也做過時應,令他敢嘆靠一雙手打工的苦,明白了什麼叫守庭口庭。 回到香港,進入英軍集團工作,父親開出伯伯的月薪,兩年來就算通貨膨脹都未加過身,雖然羅康說明白父親一片苦心,但仍然這萌生了你開的年頭,想要自主創業,而羅英石不看好,認為這不浪費時間,這兒子沒有出色,最終沒有趁的勸說之下,父親先決定借10萬元給他創業,成立瑞安建築公司, 一年羅康瑞23歲,從最初發展建築業,再擴展到地產建築材料等業務,最終發展成為多元化的瑞安集團,羅康瑞最大膽的舉措是,80年代初期就淡來上海投資開佛酒店,逆成就了和上海的緣份,後來陸續打造了瑞安廣場,瑞雄新城新天地等大型項目,被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,送了個上海姑爺的綽號給他,當然同維羅氏家族城雲,羅康瑞, 和英軍新長門羅家瑞有過不少合作,譬如上海新天地雙塔酒店之西塔項目,就率先被瑞安集團收入囊中,後英軍集團入伙,上演兄弟聯手大戲,打造成為朗亭酒店,成為上海時尚新地標,由於這層關係,一直對增產奉波,保持中立的態度的羅康瑞, 罕然敢同羅家瑞和羅英瑞站在一邊,曾經被杜麗軍懷疑,因爲瑞安地產資金需要周轉,曾向家人借展而在立場上發生改變,後來羅啟瑞法庭上高談闊論,大聲淡說家瑞是所有事情的罪魁禍首,的時候羅康瑞忍不住笑出聲,似乎印證了杜麗軍的猜疑,回看羅氏家族的發展和增產過程,其實各個城運都很優秀,即使不靠家族信託基金,仍然擁有上億市值的資產,但他們不懂, 因爲何故兄弟情,仍然是要爭要闖,只能夠講外表光鮮的豪門,那裏面呢?實質一地雞毛,好吧,今天視頻就到這裏,點個訂閱,帶你看更多香港豪門旺視!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